各位好 歡迎大家參加2020國民非辯論指標賽 我是本場比賽主席傅亞德 本屆賽事由中國國民黨青年團主辦 中華辯論在廣時已經會成敗 首先介紹本次比賽賽制 本次比賽才新式阿衛綱554整分制 已知深論質詢五分整 結辯四分整 沒有額外30秒的緩衝時間 計時員由辨識發言期開始計時 應發言辨識金主席暢明後 若預示30秒未進行發言 計時員將強制開始計時 主席台將在時間屆滿前一分鐘按鈴一響請示範 將在時間屆滿前30秒按鈴兩響請示範 將在時間屆滿後按鈴三響請示範 屆時請台上辨識停止發言 本次比賽中禁止使用電腦、平板、手機等電子設備 本次比賽一律由本方開始結辯或另外抽籤 接著介紹本次比賽遍題 本次比賽遍題為我國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後一個月至六個月內 若有全國性選舉應合併舉行 本次比賽遍題為我國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後一個月至六個月內 若有全國性選舉應合併舉行 再來為各位介紹本次比賽的裁判 在本席左手邊第一位的是張哲耀先生 張哲耀先生是米國文化內容部前主比 在本席左手邊第二位的是蘇柏睿先生 蘇柏睿先生是柏睿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在本席右手邊的是林毅均先生 各位好 林毅均先生是台灣安聯人壽理培科科長 接下來介紹正反雙方辯士 正方由社交工具擔任 正方一辯李宜玲 各位好 正方二辯王志忠 大家好 正方三辯宏敦敏 各位早安 一辯由正方三辯擔任 反方由南滿長部長就要看這次擔任 反方一辯蔡東陵 各位好 反方二辯李宸哲 各位好 反方三辯周泰寧 各位好 結辯由反方二辯擔任 最後提醒大家 請在場各位與比賽全程證券配戴口罩 為了維護比賽秩序比賽中醒悟鼓掌喧嘩 並將手機關機或調整成靜音 比賽將與靈響一分鐘後正式開始 謝謝大家 國安 敦菱 喝 敦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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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正方議面上台車任務 請正方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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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人為主的這個做法 有其利益 其提高投票率 賦予公投案更高的正當性 美國政治學者 是動在1975年直出 投票率受到的投票成本影響 投票成本包括交通困難與資訊成本 在武方制度下 本來要出門投票兩次 變成只要出門一次 本來要自己理解議題 變成候選人會幫你製作懶人包 投票成本降低 投票率自然會增加 這也是為什麼東武山大學的政治學報 爬出了15個歐洲國家經驗的發現 公投榜大選能夠使投票率增加4% 更高的投票率 意味著公投案投入更多人的認同 也真正落實直接民主的精神 其二 增加參與經驗 提高公民素養 延續前述 公投榜大選可以增加民眾參與公投之經驗 而在這個過程中 民眾會因此的學習到相關知識 進而提升公民素養 根據美國政治科學評論的期刊指出 針對印尼的49個村莊公投的經驗進行研究 結果發現公投參與的經驗 可以顯著增加居民對於一體的認知程度 公投參與者對相關知識的測試 這個回答率高18% 這樣子的學習經驗使得民主國家成長的養分 被人民擁有 幫助國家在下一次的挑戰之後 做出更正確的決定 也因為上述的理由 我方資助設計如下 我回歸到修法前 公投成一後 一到六個月內 如果有全國性的選舉 應該合併舉辦的規定 並也會修改選法法第五十七條之規定 於投票完畢後一個小時進行開票 但是如果投票的時間截止後一個小時 仍有投票所進行 仍未投票完畢 中選會會宣布延後開票 票鬼送到地方法院迷通 等所有的選區 等選區偷完票之後再進行開票 仲上 根據主權在營的原則 公投的設計應該要以民眾權益為主 2019年的制度理由並不成立 應當回歸到綁大選的制度設計 在公投綁大選一方能夠賦予更高的正當性時 一方面又能夠提高公民素養 當然應該合併舉辦 謝謝大家 各位好 知道沒有您 好 我把您方論點分成兩塊 一塊再講我方這個 當初的立法理由已經不存在 第二個部分才在論證你的實體利益 對不對 你可以整體一下實體利益是什麼 好 沒關係我先確定制度 我再跟你談實體利益 你的制度是這樣子的 是相比於反方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在公投前 會有三個月的時間 只有公告過後才進行公投 而你的世界裡面是一個月就一定要綁 因為是因 沒有錯吧 不是一個月內一定要綁 不是一個月內 六到一個月之間一定要綁 因為體感是因 對 如果剛好遇到就會 好 沒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想確定一下 如果不在一到六個月以內的期間 出現的公投案要怎麼處理 那可能就是我們找一個合理的時間 所以你也會有其他的時間來去綁 對不對 所以我確定喔 如果你的第一塊論點是告訴大家 大家原本要出門兩次投票 你出現其他時間的時候 他有沒有可能要出門更多次 如果大家把這個公投時間分散的話 的確有可能 但是我們是一定會比民方 就是在同樣的情況底下 會比較少 聽一下 在現況底下的制度 是兩年舉辦一次固定的公投日 所有的議題都擠在這兩天 你的世界裡面會分散舉辦 因為你要回到2017年以前 沒錯吧 我們現在兩年會選一次 四年選一次總統 四年選一次地方選舉 然後再加上民方的兩年 其實未必會比較少 你剛剛說是你要選一個合一的時間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是什麼合一的時間 就是我們的這個標準 當然是以人民的方便為重 所以會不會比到 一方可以 對還是不會就好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知道 就表示你的利益也 不知道會不會成立 我們要確定第二個部分的制度 你說可以延後開票的意思是 如果說人民在排隊 是延後到排隊完為止 還是最多延後一小時 你說 就是你說如果大家還在排隊 就是總而言之 就是如果 比如說 我們現在是投到四點 那五點之前 如果還有人在投票 我們就讓他投完 那等他們都投完之後 我們再進行開票 那排到十一點的話 那當然就是迷封 我們改天再開 或是早時間再開 跟我方看這份資料 來 其實現況底下 國際的守則裡面規定 開票最好在投票的時候 馬上進行 因為會有被掉包的風險 而宣佈結果時間 跟懷疑程度今天存在很強的關聯性 也就是說 在這種狀況下 你開票的正當性會變得更低 那莊貝爾 從這個 愛爾蘭跟韓國的制度 都是通過集中的投票來進行 所以即使在制度上面 這個世界各國兩種方法都有 包括美國現在還有 還有一些地方還在開票 我的意思是 這份資料要告訴大家 在你說的那些國家裡面 他的投票之間的這個代表性 或是懷疑程度可能是比較高的 應該沒問題吧 為什麼說比較高 存在很強的關聯性啊 宣佈時間結果跟懷疑性 如果你的怕的事情是 水票被掉包 那應該是中間的安保機制出問題 OKOK 那你要告訴我說 威尼斯的選擇 我會擔心的是 制度上哪個問題 停一下 你有沒有要告訴我 你的具體安保措施要怎麼做 因為你是制度設定的地方 你應該要告訴大家 就是因為我擔心 警察護送到法院去尼封嘛 OKOK 好沒問題 警察護送 我們沒有騙子投票 我們沒有投票 我確定你的制度就好 我確定你的制度就好 你要讓警察護送 沒問題 好謝謝 我繼續確定你的利益 你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投票率上升 第二個是這個參與經驗變多 可以讓他學到知識對不對 是 好我確定一下參與經驗的部分 是要能夠得到更多的政治知識 才算利益 沒錯吧 因為你看他利益的論證邏輯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一方所說的政治知識犯者 是什麼樣子的內容 其實就是你剛剛講印尼的那份資料 就是你覺得他兩者之間有顯著相關 得到更多的政治認知跟判斷的知識 是這樣嗎 還是不是 包括我們剛剛說到的 我請問命 就是我用政治學的學理來跟你解釋 好沒有問題 人民要有一定的政治認知 而且要對於議題認知有一定的強度 而且要經過 超過某個門檻之後 他才會進行投票 我了解 所以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他要認識議題 一個是他要對議題認識有強度 我反而想問 如果他在對議題認識沒有強度的狀況底下去投票 你評不評價為利益 因為你剛剛講的是 他去投票的時候 如果前面都沒有滿足你所有這些認知的話 你覺得他不一定是利益的 他只要有去投票 就是滿足了強度啊 為什麼去投票就叫做滿足了強度 你的論證是 因為我出門了 我投票 不然我在家裡面睡覺就好了 為什麼要出門 就代表他覺得投票這件事情 所以我先確定 在你的理解裡面 只要有投票這件事情 本身已經論證成你的利益了 沒問題 好謝謝 而且我回過頭來確定 為什麼投票率是一個利益 在你的世界裡面 覺得投票率越高的狀況底下 必然是好事嗎 是啊 好那我進一步確定 如果更多人參與 這個法案已經過更多人考驗 在之前的這個和平公投的 不是和平公投啊 就是那個陳水扁舉辦的公投裡面 就有提到 公民責任高的人 說2014年的公投嗎 32.9%他在選擇 拒領或投費票 這代不代表 沒有 2014年的公投有門檻 是 這能不能夠代表 有一些人表達自己 政治參與的方式 就是透過拒領或者是投費票 不行 當初的法案的這個內容是 我有一個制度門檻 如果我沒有超過那個制度門檻 這個公投法 不管現況是什麼 不是 相對說不覺得結果是誰搞誰贏 他都不會重過 現況底下的投票 不也是 這是2014年的資料 謝謝導票 請反方一片 這本想要 您知道辦公投的 是 沒有 請請請請請 先請請請請 謝謝主席各位好 談論公平投票制度 細節前前元事公投 Disneyland 國雅定位為何 中華行政學法有指出 從雅典時代的直接民主手到近代 为了避免直接民族造成的多数暴力 由政治经营搞的代理民族 逐渐成为各国的主流 美国 日本 印度 荷兰的民族国家 皆从未准断过全国性共同 可见公民投票以非民族的必要 大多数国家让它界定为 制衡待毅的最后手段 而非政治运作的常态 由其民粹主义与公民政治参与一文就指出 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 台湾长期属于民意高涨的态势 对民族造成伤害的民粹现象已经无法避免 政党甚至为了讨好选民 不惜提出那已被实现的政治诉求 2003年公投法快速通过以后 民粹主义更获得了具备影响力的重量级武器 因此 若草率的滥用直接民族的手段 只是让民粹主义大行其道 相比于行政立法间的制衡沟通 公投的直接民族无法修正讨论细节 也难以由分权体系有效的制衡 在非黑及白的角力当中 为了避免代义以及直接民族之间的失调 公投成立的门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若议题法人文经或社会尚未讨论形成共识 最后没有通过成案门槛 一直代表此案并未受到社会广泛重视 本就无需交付直接民族来解决 反之 当大义政治失控时 由多数人的直接意见表达作为抗衡 才是公民投票的真正价值 而无法维持现况选法法的规定 与每年8月的时候举行公投日 而公投必须在投票前90日成案 才会在本次投票日举行 先谈政方从公投日成案到 投票之间最短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这将会导致资讯揭露不完成 我方完全 我方可以从两个面向来证明 第一个面向是提案方与反对方相比 准备的时间不足 难以用对等的资讯揭露 公投发表会实施法当中就规范 公选会必须在公投成案之后 指定反对方作为辩论代表 而成案是公投的时间过短 作为被指派的一方 比起提案方四点数以来准备的资讯 反对方在辩论会上显得更加被动 也无法提供完整的资讯 当然已和两日公投辩论会 反对方的环保团体就指出 公投案赶在最后剩下一个月的时候承担 相比支持方已经累积了许多声量以及资料 反对方只有最后一个月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回应任何问题 连东西都还没准备好就要投票 地球公民基金会主任更进一步指出 准备时间最少需要有两三个月 才能让民众了解问题的争议点在哪里 一个月的时间绝对是太短 这方世界底下根本就无法提供对人民 对等共同的资讯 第二时间上诉会使得行政院和立法院 无法提供充足的资讯 让民众了解公投通过或是不通过的法律效果 台湾法学杂志都指出 要行政院和立法院在一个月内 完成法案评估根本就是天方夜谈 2018年的结果就是 立法院根本没有写一件书 而行政院在上诉之前写出的连 摘要都没有不清不楚的一件书 让民众根本就不知道投票效力为何 就盲目的进入公投 盲目的进去投票 这也导致在748司令法通过以后 下来在幸福联盟 就带着一群家长开记者会 痛批行政院藐失公投的结果 但实际上公投主文本来就只是要求 要用专法来保障同性回应 而那群家长却以为 投下反同公投就能够禁止同性回应没有通过 这也难怪台大政治系教授网页第九指出 这是公投承安于讨论时间太短 许多民众都意义不慎了解 失去公投的意义 再来是公投绑大选造成的问题 被公投绑大选是让两个不同类型的投票 共同举行 票口也增加 党办的需求也增加 重复两次的验票及领票的过程 都会使得排队的时候容易大排成龙 这也是为什么对方要变动制度的原因 而且监察院及中选会就指出 2018年选务工作绑大选导致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倍增 有经验的选务人员参与意愿不高 最后导致三分之一的选务人员都是首次担任 而正因为许多人是首次参与选务工作 虽然依照规定参加奖旗 但因为没有实际的经验 容易导致选务疏失 这也难怪 把台湾法学教师旗坛就指出 2018年共投绑大选 终止中选会竭尽所能 仍然难以避免大排同龙的问题 而在对方的制度底下 他方虽然打算要在4点之后延迟一个小时开票 但同样会导致另外的问题 在拉长的投票时间和分开投票的情况底下 容易导致候选人借用空窗时间来进行坐票舞弊的行为 民国81年的时候 就曾经发生花莲立委黄信介坐票案件 过程当中有人目击主任管理人打开票轨 已经调查后跟发现 许多选务人员在当时 趁着今天票人员外出用餐的时候 把空白的选票拿去厕所面杆 在他方制度底下 他也只是透过警察来去护送这个票额 这个时候也非常容易的 只要去贿赂那些护送的警察 你就可以达到改变里面的票额 改变里面的票额行为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他方的这种行为 也会导致坐票风险加大上升 谢谢 您方的制度有要做任何的变化 没有 没有做任何的变化 好 谢谢 往下确定您方的论点 其实您方的意思就是 大概是告诉我们说 一个月的时间太短了 会发生很多的问题 在讨论议题的部分 在讨论议题的部分 那主要有两个部分的推论 一个推论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反对方他会准备不及 另一个是行政院和立法院 他没有办法提出完整的意见书 行政会不知道公投的法律效率 准备不足 没有意见书 两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我等一下跟你谈 先谈您刚刚讲的 我们制度产生的问题 对 你说在我的制度里面 我只要贿赂警察就好 对 在你的制度里面 不把他们的情况下 我贿赂监票的原因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不是 因为在那个时候 会有民众在那边监票 所以大家看在那边监票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问题发生 但你在护送的过程当中 别人是看不到的 什么意思 就是你警察把这个票 现在在现行的制度里面 也会有选举 比如说选举无效日数 在过之前的总统大选 连赞提出来 或者是台北市长 丁手中提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 他是不是也把选票 运送到地方法院去 迷封起来 然后去那边进行验票 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有发生 呃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 这个过程 有没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不是 因为民方现在指控的是 告诉我们说 我会落警察 警察都会听话 我现在检证 你这件事情 有没有举证 因为这个东西 跟你讲81年的 黄信介的案子也不一样 我先确定 你有没有举证 目前没有举证 但在推论上面的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我先确定一下 我的事件底下 是一般的开票 是民众可以看的 我得到我要答案 你的结论就是 在实证上没有举证 在推论上是用一种 告诉我们说 只要贵落就可以解决 这个部分的推论 有待民方进一步的理解 往下问民方的论点 第一个部分 民方告诉我说 呃 就是 会有这个 就是写不出印线书的状况 民方的资料 有没有告诉我们说 写不出印线书 是因为时间不够 还是这是民方的 有有 他有说因为一个月的时间不够 好 借我看一下 我找一下 呃 我可以请谈一下传吗 没关系 好 这边 他说 呃 要行政院和立法院 在一个月内完成 冲突社会利益的整合 以及法案评估 根本就是天方烈谈 我的意思是 立法院根本不提意 这份资料是中选会主委 陈英潜对这个现象的评价 我的意思是说 你有没有任何一份举证 是告诉我说 立法院说 啊 时间太短了 我写不出来 或者是行政院出来 告诉我说 时间太短 我写不出来 不然的话 我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因为摆烂不写 还是因为时间不够不写 不是 他在写的事情 就是20 不是 我知道他写了什么 这是中选会主委的 这样的现象发生 对 但他写的 是没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我现在在检证 这个现象发生的结论 是来自民方的 就是在这个部分上 民方有没有举证 因为我看起来 他没有办法证 到民方想讲证程度 顶多证明了 这个现象发生了 我解释 这个现象发生 是来自于2017年 缩短到30日之后 导致的现象 没有 你说2017年缩短了 这个OK 发生了这个现象 OK 来自这两个字 我现在在检证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有没有举证 好 没关系 至少这份资料上 好 谢谢 我也确定你这个部分 没有举证 往下问下一个问题 没关系 你也没有举证 没关系 因为我现在在检证 你这个未来 可能要实施的新制度 会不会发生这样 这不是未来要实施的新制度 没关系 我往下问下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题目比较特殊 虽然林方是现况 但是这个现况 我们过去没有实施的经验 作为废书 所以我先确定一下 在你的制度里面 你有没有打算要去举出 任何的实证告诉我说 一个月太短了 但是三个月的时间是够的 还是你只是要证明 在反对方的那个例子里面 他其实是 所以我也先确认 立法院跟行政院的部分 总算是 平方的这个三个月的时间 你也没有打算 举证三个月的意见书 写得出来的 不是 在这个状 他之所以要修 好 没关系 就是因为发生这个现象 所以他要修到九十年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题目比较特殊 因为没有过去的经验作背书 这个部分 所以他的评证就是 没关系 行政院立法院的提案 不要紧张 我只是确认你举证的程度 往下问下一个问题 所以最后的部分是 没关系 你待下二变三论解释 往下确认您帮 最后一个部分 你告诉我说 这一个他的准备时间不够 只要准备我看一下 哪一个 什么东西 你刚刚告诉我说 乙和养军的反对方 所以我先确定一下 十案里面 你要举证的只有一案 因为他是最晚通过的 就是压陷一个月通过的 没问题 我先确定你决断的程度是一案 好 在这边 他说 地方事情 呃 呃 这边 他说 在之前 就是一个月之前 中选委跟他说 不会请安 忽然某一天到 宣案之后 剩下一个月 然后他连东西都还没有准备 所以这个状况 明明就是中选会骗 他不会陈案 所以他才没有办法准备 这不是重点 在其他的 有案的情况之下 人家都可以准备 他就不能准备 原因就他推论 就是中选会告诉他不能陈案 所以他就没准备 这件事你跟您方 其他的案件比较早陈案 所以他可以陈案之后 开始准备 制度都没有实证 这就是实证 各位好 截至目前为止 正方对于 反方对于我们正方 认为制度上面相关的例证 致使没有 在刚刚的直诀过程当中 也没有做出任何的例证 我们先进一步来检视 今天反方在 在本次比赛当中里面 提出两个面向 评价正方 今天在合并状态之下 会发生的问题 第一个部分是他们认为 在资讯揭露这一项 会出现的问题 分别是对于 在公投过程当中里面 倡议团体在准备上面 会有的负担 第二部分是关于行政利益 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 针对这个个别的法案当中里面 提出的这一个 这个评估的意见书 可能会有瑕疵 那先处理第二个部分 就瑕疵的部分截至目前为止 就对外面有的 他的回应方式其实很取巧 他的意思是指说 18年修法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 限行的这个制度 这个三个月的这个数字 是经过评估的 但这个东西听起来 这个所谓经过评估 至少截至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这个相关于 这个经过评估这件事情之后 三个月是不是就足以 让立院跟行政院 出具他们的理解里面 和适格的 这些相关的评价书 这个评估书 这是其一 那另外一部分是关于他们说反对者 就是他们拿那个核能的 那个反核那个例子 来跟大家说明说 这准备上会很吃力 但各位去试想一件事情 就是公投连署本身 本来就会有这个仓名的时间 所以今天的状况 听起来很荒谬 原因是因为今天 这个所谓的反核能的 相关的连署的时候 本来就已经行之一段时间了 所以与此同时反对者 没有道理不知道 这个公投案正在进行 所以与此同时他们所谈的两个面向 分别是声量跟资料的部分 为什么会自主跟他谈说 就我没有 我来不及准备 今天他又不是秘密的进行连署 不是他今天又不是跟他讲说 我们到最后一刻才跟这个 支持反核能的部分 跟他们说明说 我们公投要过了 所以你刚开始准备 就是做相关的连署跟倡议 或是做资料准备 听起来根本就不做一回事 所以至少在公投案的连署过程当中 如果像他们所想的反对者会出现这种 无以为计这件事情的话 在实务上面是难以想象会发生的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是关于他们所公投 我们关于票务过程当中 就是排队后续 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今天集中 后续进行开票的动作 可能会出现选务上的瑕疵 但这层如今我刚才前的咨询 所提出来的质疑 就其实将票轨送资 订阅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既有现况之下 曾经运作过的制度 但这件事情上面会发现 一件事情就是说 对方没有 并没有对于这个过程当中 里面任何形象的瑕疵 做出任何的矩阵 所以截至目前为止 对方所提出来的两个面向的避害 都致死没有证程 回到今天我方今天的论证 回到我方的论证当中里面 所想要去评价的地方 结果我方想要讲的事情很简单 如果第一个部分是 就虽然18年修法这件事情 听起来就是一个现行制度 但我方至少这件事情上 18年修法之后这个新制 实质效果 就他们所讲的这30天之后 任何一个原本预估 可能会担心解决的问题的相关实证 有在对方没有进步做提出 那至少对我方来说 就是我方的评价方式很简单 就是绑定大选之后 会带来两个面向的利益 第一个面向的利益 就是从我方刚刚前面所提到 就是应对到很重多的资讯 在这运作过程当中里面 因为对于这些倡议者而言 或对于不同的提案者来说 他为了让更多人了解 他就会去制作蓝人包 去做资讯上面的解画 或是去做说明 而我方今天就有一份资料去指出 蓝人包的利益会有助于议题的散播 影响读者观点 蓝人包成为读者接受资讯的新管道 由于蓝人包将复杂专业的公共议题 以清楚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 因此降低了读者接触议题的门槐 所以中央上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过往很多的不管是候选人 或是对于相关的倡议者 他们藉由这种方式 让大家去了解这议题这件事情本身 就会是在绑定状况之下 可以带来利益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在于是参与 我方后面想要谈到的关于 就是参与跟所有的公共通通过这件事情 就有一份资料去显示 至少单就投票这件事情的话 根据瑞士合并通过的案例来看 我们就会发觉 瑞士他原本在合并 瑞士历年各自公投投票平均 通过48.8 非同年选举投票次连行 由此可见 当瑞士公民投票日期 跟全国信贷同时举办的时候 可以对于通过率和投票率部分 带来这项效果 所以至少就国外的案例来看 我们会发觉 最终我们关于参与这件事情 所在合并之后 是可以有效提升参与的 那这些都没有用质疑的方式很简单 他意思是指说 我方只单针对参与这件事情 可以带来什么实效果 但是我方一年那根实效 其实说明是这样的 就是单针对 参加过公投完之后的人 去做整体的调查 就发觉 当中里面至少有18%的人 他们对于相关议题的部分 知识的部分有所提升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 至少单就参与过之后 相关议题过的理解程度 是能够提高的 谢谢各位 方便宏您好 您好 你确认一下 你对于公民团体 反方来不及准备 这件事情的工房只有一个 就是连署的时候 就该开始准备了 对不对 呃 就是这种 这意义反而就一直在社会发酵 那我好奇问你一下 你公民团体 或是环保团体 有很多关注的议题 你可能关心 二氧化碳 可能关心核能 我确认一件事情 你在评估 你要把资源分配到哪里的时候 需不需要评估一下 公投案成案的几率的高低 呃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今天这个连署 公投成案的几率很高 我就会把资源投入在那边 如果相对比较低 我投入可能会比较少 同意嘛 哪后呢 对 好 那我跟你讲 那你知道当初 黄世修的这个 以和养育的这个提案 他当初环保团体的过程是这样 他去问中卷会说 有试料吗 有有有有 我现在跟你解释嘛 就是他当初 嗯 你听我讲 你还是听我讲 他当初去跟中卷会讲 然后中卷会跟他讲说 这个案子不会成立 因为那时候连署的人数还不够 嗯 对 然后之后 什么意思 你是说他提案的时候 然后环保团体去 一开始 听我讲还没 你让我讲话 一开始黄世修去提连署 连署的人数还不够 所以他去问中卷会说 这个案子会不会成案 哦 中卷会跟他说不会 但是后来黄世修 及时补上了很多的连署书 然后跟这个 中卷会打的行政诉讼 所以他临时过了 这时候中卷会突然跟他讲会成案 我确定哦 在你的制度里面 公告成立后 一个月之内 五个月内要强制举行 所以连署书到底够不够 要直到一个月前 才有可能确定 对不对 一个月前 对 我是三个月 你是一个月的 宿舍这件事 宿舍这件事 我先确定 所以你的时间 你的应变时间还是会比我短 对不对 没有啊 对没有 这还是没有解释到 是我反对方 在这些应对上来说 我只要确定 你的应变时间会比我短 那至少应变时间比我短的情况底下 地球公平基金会就说了 地球公平基金会就说了 两个月的时间 至少要两三个月 我们才能够把 等一下等一下 让大家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是太短 我确定哦 在你的应变时间比我短的情况下 这个币卡还是你要短 等一下等一下 这份资料它当中里面 它是说制定之后是三个月 它才去对三个月的部分做评价 因为我这一件事情 对它的效果上来说的话 不是都迟直解释 没有 这是那时候公民投票议案的这个 公听会 它说三个月才够 我先确定你的应变时间比我短 这个够 我其实没有很听懂 你它所够的部分是只要准备 没关系 还是要去做议题的倡议 没关系 我觉得我已经解释完了 那我问下一个问题哦 来 林邦的论点是这样 林邦说如果增加公民投票的参与经验 就会有政治知识的提升 对不对 不是政治知识 或是对政治有更多的了解 无所谓 就是各种议题 OK 那请问跟大选的关联是什么 什么跟大选的关联 就是林邦指证明了 参与公民投票的知识会提升 我刚刚就有说啦 因为大选重要是要特定后选的 特定后选 我特定的利益团体在这过程当中 OK 我们要去争取 所以我确定 所以你证明的逻辑 我是这样 更参与公民投票 而参与公民投票是件好事 对啊 参与的方式 得论这个逻辑有两个 一个是成本会比较少 一个是炸 他会做懒人包 成本比较少是答案 就是交通这件事情成本 OK 来 我先确定第一件事情 结果懒人包只有政党可以做吗 懒人包 其他团体也可以做 OK 好 所以在公民投票更不取办的情况下 也可能有懒人包 也可能有人 没有 不对 我刚刚今天要谈的事情一直都在讲说 这个议题发酵本身 在这一个时间点 跟不光录 绑定状况之下 会是最有效果的 我先确定懒人包 所以在你刚刚今天这个状况之下 分开的时候 效果就会比我们 今天拼做懒人包 状况是好 你先听我问 我只确定 知识简化这件事情 大家都可以做 不只有政党能做 我知道可以捡 我来说第二件事情 如果是跟政党绑附的话 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状况 公布盘这份资料 这种党性冲突 从社会认同的理论来说 是一种情绪性的情感对立 偏惨所处政党 同时歧视敌对政党的心理因素 不断议题内容为何 民众将本能性的支持 所持政治党的理想 同时反对 同时反对敌对政党的论述 我理解 我先确定 当政党做懒人包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他有政党的认同的关系 而使得议题的实质讨论 变得更低 因为我只要看到 是这个政党的计算懒人包 我就本能性的将近而去讨论 有没有可能 没有没有 今天我方今天 我方有两份资料 一份资料是跟大家说明说 至少懒人包在试图过的当中里面 懒人包读者多半 倾向更多 寻求专业支持专业的政党 找到不同意见 我的区别是 利益有第二份资料 没有 你能听我解释你那份资料 你那份资料没有把政党的编译 考虑 我知道 我只要跟你讲 大家在赌懒人包的时候 本来就会 大部分会去做便敌 OK 你没有再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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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不要让我举 好 那你讲 那个政党 好你把现在举不出来 我想问下一个问题了 你说减少投票成本 会让投票率提升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减少投票成本 会让投票率提升 对啊对啊对啊 你的欧洲的举证是不是同年举办 然后呢 那你的举证是不是 如果同年举办 就算分两次投票率会提高 你有没有举证同时举办 真的有人 因为我两年要负担两次的成本 跟两年只要负担一次成本 这一次成本的差距 会让投票率提升多少 那投票率 问你的举证跟交通成本 我理解你意思 交通成本的部分的话 我再请第二份资料回答 好我想看 可以啊 我主要 好 你定 主要 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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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现在提指质量 谢谢 请赞方 这样讲谁进的 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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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现在除以对方 没有对我方的挑战 他们说有一些国家也能够接受啊 或是移动到立院吗 移动到其他地方 检石也可以接受啊 不对 可以接受不代表不是避害 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这一次选举 能够得到的正当性是比赞方来的更高了 我们是想现况下美国的选举 为什么川普那一方会觉得问题这么大 就是因为这些票一直积在那边 中间能够做票的困难就变得非常大 都没有进步的局 就是啊中间可能会有警察 或是一些单位 各位 现在投票的处理方式 我们要密封投票 或是阻止 大家影响 有两个方案 第一种方案就是我们把它变成私人的 就是完全看不到 第二个方案就是让它变成公开的 那赞方的世界里面 当它的时间拖得越晚 它就会变得越不公开 因为就不一定会有人民去监票 不一定有人愿意在那个时间里面占这么久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的机率会变得更高 所以才会得出这份 呃 实战共同法纳学这份资料里面得出的结论 就是如果说在这个开票的时间 跟这个投票的时间之间的落差时间变得越大 人民的信任就变得越低 而这个信任低为什么有问题 是因为 你在论着你的民主代表性的时候 重点是这个票 要能够象征人民的真实意思表示 所以如果这个票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个票不能够确认是真实的 你多出来的投票率就不一定是利益 这是其一 其二 是你说的这个投票率 在实案上面到底会不会变得更多 我方是持保留态度的 重点是 在你的事业里面 其实首席各位也已经听到了哦 正方已经承认了在他的事业里面 搞不好举办公投的次数 跟绑大选的次数 会比起反方来的更多 因为在反方里面 公投最多就是两年一次 可是正方如果你要分散举办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他要投更多次 这是其一 其二是 如果说在这部分的成本 你有没有办法解释 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 比较少的案件 或是没有办法抢在 一到六个月里面的案件 会因此而被排到其他的时间去 而被排到其他时间的案件 照你说的投票率如果下降 一增一减 你要如何比较整体的民主代表性 是增加了还是下降 你也没比较 第二层次我们来谈因然 为什么方觉得不是只要增加投票率 就一定象征了大家的民主能力 变得更好 我们想个逻辑就好 我们在讨论考试的时候 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考试的目的是要让大家能够学习 可是如果正方的立场 只是大家有来应考 我就先第一步判断 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是OK的 我问题都有一点把标准放得太低了 因为现况下台湾 其实根本不缺投票率 台湾的这个在 这个 在选举这个一般的立委 或是总统上面的选举 都已经有七成以上的投票率了 这我们缺的不是投票率 我们已经可以走到第二步了 可能就一直想用第一步的指标 来去判断大家说 至少大家都来应考 而剩下来应考人考的好不好 我不在意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态度 第二部分我们来讲 你其实也不是没有说论证这个 后续大家会有更好的态度 或者有更多的参与 你的说法是印你的内分资料 你说他跟他的政治知识之间有显著相关 来 显著相关的意思是他有这个关联性 可是不一定有因果关系 这他有一个可能性 是大家的选举 或者是政治知识增加了过后 投票率变得比较高 而不是投票率变得比较高之后 回过头来影响他们的政治知识 而他们是怎么证明政治知识会提升的 要注意哦 这场比赛里面双方的差异 并不是在于有公投有宣传 还是没公投没宣传 而是你的世界里面叫做公投绑了大选 绑大选多多出来这些宣传 到底是好的宣传还是不好的宣传 因为原先利益团有一个存在 他们也会想要宣传 也会想让自己的议题过关 也会制造懒人包啊 重点是政党所介入过后 或是选举介入过后 所制造出来的懒人包 到底是质量好的还是质量糟的 而我发现前面提供的这份举证 就是这份这个 哦对 对 这份那个东吴政治学报的资料 其实就告诉大家 在这种状况底下由于这个政党选举的方式 比较多都是采用动员 或是想要去这个影响这个现况底下 已经有了铁票来去投自己支持的立场 所以那些文书的内容 会产生量变跟值变之间的差别 也就是他的质量 或者是他里面传输的信息量会变非常之少 就是如果你支持国民党 如果你支持民进党 就投几案就投几案 在这种类别的懒人包里面 因为他完全是用政党在牵引你 而不是用议题来去牵引你 会导致他完全没有任何传输政治知识的效果 所以到这边为止 我觉得政党是没有办法论证出 在你的事业里面 即便多出了更多懒人包 但大家的政治参与是会变得更多的 反过来为什么我方觉得有问题 第一个 你质疑反抗到事业里面 有没有办法证明出这个变成三个月有效 说老实话 行政院或是立法院 其实就是自己一开始提出要修正这件事情的人 因为他们没办法提出意见书 所以你一直苛责我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赶 拜托 就是他自己评估了 一个月是绝对做不到的 所以延长时间会比较好 所以我当然没有办法证明 三个月绝对做得到 可是至少如果能确定一个月做不到 你的避害就被证明成功了 第二个部分 是你说这个 在反光的世界里面 搞不好这个 意见书就能够提到 不是 这个排队的问题 或是肩炮的问题 你觉得现况底下不能够接受 那有没有办法证成实体的避害 我要告诉各位的事情是 如果对于政方来讲 你论证出来的利益是 你觉得人民是这个 这个我们真正的老板 政府只是我们的这个员工而已 那说老实话你的这个赋予的正当性 其实正正在老板跟员工的逻辑里面 我们在处理的是代义政治 而不是直接民主 也就是说我方的态度是什么 有的时候公投不过也没有关系 因为公投如果过了 它实际上会影响到代义民主的运作 像在我们这次的第七案跟第八案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七案跟第八案要求你每一年的火电站 你都一定要降低一趴 因为现在政府或是政治的总体决策 不一定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进行 例如它要做能源转型 那可能必须先让火电流 这才能够做其他的律电 那如果你断然的要求它结束 所以就是让政策盖在空的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谢谢各位 走 方便你好 先处理资料的问题 来 您刚刚质疑我翻译 你的资料的因果关系上面的问题 你应该看得懂英文吗 我看不懂 好 没关系 那我提示给你听 这一份研究 它的研究设计是透过实验的方法 它把这个百分之 你的选为翻译在哪里 我记得大部分是有公布 如果使用英文资料 必须使用选为翻译的 你的翻译只用你贴的 一个便利贴而已 来 方便哦 这边要写 它是进行 同一个吗 奥肯2010年APSR的质量 来 田野实验 它是实验 它是一个treatment 所以换而言之 它是针对部分的选民进行的公投测试 所以它一定有因果关系 因为它的便因值控制在公投或是开会 就这样 你没有提到啊 它完全没有写到这件事情 实验设计的意思就是 实验设计也有统计实验 社会实验包含量化实验跟直化实验 田野实验 我要用这次大学政治所的名义 他一定告诉你说这个就是实验 田野实验是 我用直化的方式先调查大家 再去看后续的投票预告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说过实验设计 但是实验设计 我有学过 那你知道什么是treatment吗 这里没有是treatment 实验就是会有treatment才会变成实验 不管是社会实验还是统计实验 实验也可以做社会学的实验 实验是有统计实验 我们不讨论也有问题 如果是统计 而且你看到 反正总言是 我们有中文的这个 告诉我们说 它会影响民众 最后的这个政策决定的满意度 跟政策上面的这个合法性 有可能是英国措置 有可能是他先已经提高了 没关系 我朋友知道 我们往下讨论 如果政治知识的部分 是这个可以理解 那我们往下讨论的事情是 民方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说 这个我们在这个暗示上面 会有这个行动上面的 可能会有比较多的情况 民方的推论是告诉我说 有可能在我方的这个制度底下 有一些可能他会在 因为我们越以外进行这个公投案 对不对 或者是那个 一个月他没有赶上 好 我们讨论动机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资料 这份资料是这个 东武大学政治学报的资料 它里面告诉我们说 如果公投的日期跟大选同年 公民投票获得通过的机率 会提高将近到八成 所以公民团体是不是有一个弹性的动机 可以让我的公民投票案 跟大选尽量的接近 以至于我能够比较容易的通过 不对 对有另外一种东西叫时效性 比方说莱猪的议题 如果我想要让他过关 有可能你拖了两年 反而导致大家对这个议题的 关注度跟热度下降 所以你没有办法 确保 我没有要证明所有都不会 起来那边 没问题要证明有任何一样 会在一到六月以外 你们必然就没有办法 那如果是在大选那一年 他是不是有这个弹性 能够做这样子的选择 策略性的 尽可能通过制度来提高我的通过率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问题 我的意思只是 只要有人不采你的选择 我们讨论到这边就好 讨论到这边就好 来 对方北尔你刚刚告诉我说 黄世修因为中选会突然告诉他通过 可以就看一下这陣子 不是黄世修啦 是黄世修的对照人士 对方北尔我记得黄世修当初 他是在中选会的门口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去旁边吃臭豆浆绝食 对他在那边绝食 然后说我希望中选会能够通过案子 来 回到我刚刚的这个例子 黄世修是不是评估之后 他对我们绑大选对他来说比较有密 对可是如果说黄世修的行政诉讼没打过 他就会跑到那个时间之外 你的世界交付到票 可能 以和氧率被攻头 可能投票率会更低的风险 黄世修如果您放在所有实教性的问题 您放港元举办也是也会有一个dayline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要跟你攻防实验 我在攻防的是 这个人会有诱因在你的世界里面 选择去其他时间 你懂我意思吗 不是说实教性是利益 而是你在谈的是这些人的考量 会不会故意都想要挤在一到六个月 我说不一定 而只要不一定你就没办法正成实验 那那是不是 在至少在我方的底下 他至少有一个制度性的弹性 你能够保证他一到六个月内 能够应该攻防大学 你攻防错误 你意思是诱因上他会想这么做 我已经认了 我意思是有人没有这个诱因值 你的成本就没有办法拉高 如果他没有这个诱因 那我们来讨论没有诱因的情况 来 对不对 我们讨论 那个 就要嘛是实效 要嘛是他没赶上 只要没赶上那一次的公投 你就没有办法 对不对 明方刚刚我说到这个资讯会 因为 准备不足的讨论 导致于这个 没有人关注 是不是 我没有说到 我的意思是 只要有公投 大家都会关注 你要能够论真的利益 是绑了大选之后 多出来的关注才能够 所以你觉得 我们来看这边 这个是高雄市没有绑大选的 降低国中小班级数的公投案 当初有90%的投票民众支持小班制 但最后投票日不到又卡 所以对明方来说 公民团也脱钩了歧视会长 这样子吗 不是你搞错了 我的攻防方式是 你的事业里面也有一些漏网之鱼 他的投票率会像你说的一样低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如何告诉大家 你的投票率会比较高 我告诉你 我要证的事情是 在制度性的动机上面 如果今天没有绑大选的 投票日只有6% 对你来说公投 没有绑大选的这个职业 我告诉各位 如果只有6%代表 人民普遍不在乎 对 人民普遍不在乎 这件事情 这个时候交由待一政治解决 不一定要直接 90%的人支持 如果90%的人支持 他不论强度的话 那是不是还是应该让他通过 台上面是民发言 对方三面加财 照顾各位大家好 因为有些公访一直到 反方三面咨询的时候 才提出说 我有些部分需要进入的说明 第一个在制度 在制度的部分 对方只有我们的状况 会产生一个状况 就是说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我们可能会产生就是 比如说我们可能把这个选票迷风 然后送到法院的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有5B的状况 第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对方举证的是可能性 不是告诉我们说会发生 所以其二是 五方其实也可以进一步的举证 其实我们过去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 边开边投的状况 其实是因为在当时的监察院 发现了当时的中选会 做了很多错误的决策 包含他的这个选举人的设置错误 包含他没有监督地方委员会 地方的选举委员会 这个去降低当时的这个 选举人的设置 这个投开票所的门槛 所以这件事情跟跟何绑大选无关 换言之在这件事情被监察院纠正之后 这件事情在下一次大选 不会发生的情况下 理论上连投票的排队都不会发生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连这个边开边投的状况 都不会发生的话 其实不用讨论到这个备位的机制 而我方也只是要告诉大家说 第一个在几率上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了 他一定是少数的状况 在这个少数的状况里面 他会吸引到更多的选民去关注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会不会发生对方想的信任危机 我方觉得值得商榷 就是第一个部分 对方的问题不一定会发生 第二会有更多的选民参与 第三件事情是我方也认为 对方的举证 其实没有证明到 这件事情会发生 我方还是比较相信我国警察 之为其一 其二是对方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制度里面可能会有次数 不一定比较少的问题 我方回应是这个样子 我方是告诉大家说 在我的制度里面 至少他可以有一个策略 而且高机率的人 会采取这个策略是绑大选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以趁到大选的目光 让他尽何把它绑在一起 从过去实际的经验来看 过去其实也是我们 现在这个变体的制度 可是我们就没有看到 有多少的大选 多少的公投案 他选择在这个时间中间 就是2017年或2015年去举办 原因就来自于这里 所以回过头来 对方的回应就是告诉我说 搞不好有人不考量这个 有些人可能考量时效性呢 我告诉你在台湾两年一次的 投票的这个 选举的频率的情况下 我觉得两年一次 时效性已经足以满足大家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两年一次的 时效性还没有办法满足 你要进一份矩队 至少从过去的时政来看 看不出有人 会因为时效性的不足 而放弃这样的策略 所以纵使你告诉我们说 逻辑上主要是这样的可能性 几率上我方也觉得 我的次数就是会比你的少 这件事情我方认为 我方也这么成功 往下讨论这种比赛 其实我方其实这种比赛 比赛里面要讨论就是 如果对方的质疑 没办法成立的话 本来就应该要回归到 对于选民而言比较方便 无论从因然上的宪法价值 或者是从时安上过去的 这个实施经验出发 我们都觉得应该要回归到 公投榜下的选 这样比赛里面对方告诉我们说 对方其实已经放弃了 立法院当时在法律系统里面 告诉我们的立法理由的 这个理性讨论空间 对方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 这个意见书来不及写 一个部分是可能这个 反对方准备不足 那这两件事情最后的结论 其实告诉我们说 其实对于民众而言 资讯的揭露会有影响 那我方在前面的部分 已经检证过了 第一个部分 对方在二变的时候 已经放弃主张了 他方二变已经完全没有任何主张 说立法院或行政院 这个部分上 因为时间不够 所以没有办法写出一件书 这件事情对方已经放弃了 其二是我方前面也已经检证了 对方的制度里面 告诉我们说 这个准备情况不足的情况 对不起 对方的制度里面 可能告诉我们说 会有一些准备不足的状况 可是我方这个部分 要反过来问 如果真的有准备不足的状况 你方有没有打算 举出任何一份实证 告诉我们说 因为准备不足 所以导致地球公民基金会 真的打得很烂 大家都没有办法 对这个议题有正确的表态 否则的话 他其实我方认为 这个东西也只是一个 制度性的用因 让地球公民基金会去表态 因为每一个地球公民基金会 或者支援局 他当然都希望自己 有更多的准备时间 他当然会这样子讲 但是实际上 到底有没有产生 林芳所讲的这个状况呢 我方也认为是值得存疑的 那回过头来 我方也认为 就算就算 林芳这个东西证明成功 是不是就必然证明了 选民没有办法 可以积极地去判斗 我方举证两个 第一个部分是 大家会提供懒人包 这个部分 比起脱钩 又因更大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都没有工坊 对方工坊的部分 是告诉我们说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能是受到党的动员去投票 或者受到 这一个 就是 就是 了解之后去投票 我方可以举一份资论资料 告诉我们说 台湾人投公民投票的 这个 主要动机是来自于公民意识 而 蓝绿的政治意识 对于公民意识之间的 这个关系并不显著 这是第一份资料 第二份资料是 我们透过实际的访论 也发现 台湾人民逐渐能够判断出政治操作 并且厌恶这种手段 所以这样的传统 到底在对方的制度里面 会不会发动 我方也不觉得 所以回归 回过团队整体当比赛 我方认为 第一个 我方的制度没有问题 第二个 我方确实可以节省 这个公民投票的次数 再对方提出来 告诉我们说 应该要反对公共产党选的理由 一个是意见书 放弃坚持 第二个部分是告诉我们 准备时间不足 我方认为 而且我方认为 准备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我方认为不成立 谢谢 好 谢谢主席各位好 我延续而言下 在议题的资讯讨论的部分 就是民众对资讯能理解的部分 你的工房教授 我没有正程度 我没有告诉你 一个月到三个月 之间的程度有多大 那只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 你只是正程度 没有正实际上 你可以解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 我方其实也证明了 在你的制度里面 其实你的那份资料 可能有瑕疵的部分 就是没有办法 第三个部分 我方也证明了 就算是 撇开了辩论会或公共会 我也有其他方式 帮助民众更理性的讨论 我往下 你认为在你的状况底下 政党的介入 会让资讯量变得更多 所以民众能够更了解资讯 对 好 那在这个部分 你的举证是 有四成的民众 有四成的民众 去公投是因为公民投票的议席 不是 去公投是因为公民投票的议席 2018年的 你往下 我告诉你这份资料 我想问你 就是如果他去投票的原因 其实跟政党的操作没有关系的话 那你的利益从哪里来 什么意思 如果他的 如果他是投票的原因 我方在依辩的时候有推论一段 如果你希望听的话 我现在可以花一点时间讲 我先讲 政党的部分 政党的带动 恰恰是正对政党 恰恰是正对政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花一点时间 重述一次一遍 在这个部分 你可以就是简短的告诉我 好 因为有一些人 他是议题关注者 本来对政治并没有很积极的要参与 这个时候 因为公投绑大选 他们有动机顺便逃 政党为了帮助这群人 我在谈的时候 我在谈的时候 快讲完了 再给我点机会 政党为了吸纳这群的票员 所以会制作议题懒人包 这个时候会顺便帮助到 对这个议题不了解的真 所以这件事情跟政党操弄没有关系 跟访大选可能可以得到的政治效益有关系 不是 你这边其实没有回应掉 我们在谈的 政党在这边之所以要制作懒人包 他不是操弄 你觉得不是操弄 但实际上面资料的显示 就会 导致那些本来对政党 我没有看到 从头到尾看 没有 在那边资讯有提过 我在这边 资料上面实际就有显示 就是 这种 党性冲突对社会的理论来讲 我可以举相对的资料 是偏袒属于政党同时 歧视敌对政党的心态 不断议题的内容维合 我可以举相当资料 我可以举相当资料 支持说出政党的立场 同时反对敌对政党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推论 但是我可以举相当资料 这个是中研院社会所的研究 他告诉我们说 他针对公投的公民去做判断 他发现 蓝绿是两群不同的人 没关系 我先念完我的资料 你再判断是同一群的 蓝绿支持对于公民意识的影响有限 公民意识跟公投之间有显著的关联 也就是说大家之所以去投公投 是因为公民意识 而公民意识 并不会受到蓝绿意识的影响 这是第一份资料 第二份资料跟资料 我先跟你确认 就是刚才讨论的人群有不同 你刚才谈的就是带动的部分 就是政党出来讲话带动的部分 是本来对议题没有理解 就不是你这边谈的 本来有的公民意识的那群 去投公投的人 而是因为政党的立场 所以带动他们来投公投票那群人 不是 照你的推论 他出来投票状况 照你的推论 照他的政党出来投 政党的立场 而不是针对议题去做立场的判断 我确认在这边就好 不对不对 照你的推论应该是 我们最后发现公投的人 其实很多受到蓝绿的影响 这份资料证明了 他不是受到蓝绿的影响 而受到公民意识的影响 这是第一份 第二份 你的利益来源是来自于我刚才的那个推论 你这份举证跟你的推论是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 没关系 我往下处理别的部分 没有 我还有第二份推论 第二份资料 这是台湾大学社会 这个 就是 他告诉我们说 实际上他的受访者发现 他反对政党未求利益操作选举策略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他对于这个政党算计的 这个公投榜大选逐渐反感 所以政治操作的策略 对他而言越来越没有 大家还是要回归到议题理性的讨论去吸纳选民 这件事情是我方的第二层举证 好 没关系 我跟他确认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你在说明就是 不会再有排队的问题的理由 是你说中选会做出了一些改善 那具体是什么改善 我告诉你 要从怎么改善 要先从问题代来开始谈 第一个部分是 他做了什么改善 让这些问题不会再发生 是这个问题跟这个题目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当然有关系 因为你绑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想说 我告诉你要怎么改善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在设置投票所的时候 我在谈的事情是 中选会有没有做改善 而不是要怎么改善 中选会现在有没有改善 中选会现在有没有改善 我要告诉你方法了 我不是要听方法 我要听中选会有没有做改善 我的制度让他改善 我要告诉你方法 你现在三变的时候跳动制度是不是 这不是跳动制度 不是跳动制度 不是跳动制度 你电话里面没有写 纠正按 纠正按文告诉我 他应该怎么做 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改变的制度 没有你没有 谢谢 谢主席各位好 整理一下正方论点的架构 他的说法大概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参与公民投票是一些好事 因为可能带来政治知识 或相关的能力的增加 但他方证明 仿大选能够带来 增加参与公民投票的方法有两个 第一个是成本降低 因为两次变一次 这个地方有跟对外面要过一次举证 是到底有哪一个人 会因为我去年已经回家投过一次票了 我今年回家还要再多负担一笔成本 这个成本的因素就不同 因为坦白讲 对外面有成长比 但是没有负担这个方面的举证责任 而且坦白讲 他方的举证 甚至不是在举证 两趟回 就是从一趟回家的时候 选民的用意会比较高 而是举证 如果同年有办选举跟公投的话 回家的机率会比较高 所以坦白讲 他方的举证是无法对应他方的论证的 但我也可以肯定这个推论固然是成立的 但相反的 其实我刚才二面公网 才会讲过另外一个相抗的推论 是在对方没有的制度里面 因为容留了某些 做票跟会选的空间 我刚才承认 我刚才没有办法 比如说实证 告诉大家真的会做票 但问题在于 台湾从过往的党国时期走过来 对于国民党时期 戒严时期常常出现的突然关灯 突然没人监看 选票打开来的时候 不是公开给所有选民一同监督 而导致的总统投票行为 是有戒心的 是会觉得恐惧的 而从1992年 黄新界的这个多票案之后 他回答选择修法 选择修法的方式就是 让开票跟机票的部分 可以让所有人都看得清楚 就是为了换得什么 换得人民对于整体政治投票体制的信任 这个信任为什么重要 是因为一旦这个信任的制度消失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反正我去投票 那你最后也都是做票嘛 你也没有这个合理选票的空间嘛 反而反过来不想要去投票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事情是 在对方没有的论证里面 直接至此没有回应掉 我要排队的工法 因为他们只讲了 有兼裁员就在检讨 但检讨了什么 没讲出来 往这边负担第二层举证是 在美国跟澳洲过往 打算解决公科榜大学 造成的长期排队问题的时候 接请了很多学界的专家来讨论 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是成功的 澳洲的人士开始讲 因为我们根本解决不了排队问题 所以我们不想解决排队问题了 改在旁边卖民主香肠 让他排队的时候知道 可以过得开心一点 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觉得对方没有 是有必要付举证责任 告诉大家 他到底改了什么 可以解决排队问题了 否则我们还可以负担另外一层举证是 在目前的情况底下 因为大排长龙 打造很多人去投票的时候 其实不想投票 所以反过来讲 对方没有需要先证明 他的投票率会积极上升 但我当然可以采访都要没有的 第二个推论固然是成立的 也就是政党可以带动议题 但问题就在于 要评价这个政党带动议题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第一个是 其实他刚刚讲 我方二变或是一变的时候 有放弃很多问题 其实我方一个都没有放弃 我刚刚讲 反对方没时间准备 就是要去凸显 因为公投的联署到成立 是需要时间的 重点是他最后一个月的应变措施 地球公民集集会的人讲 他调动他的资源 跑完相关的程序 是需要三个月的时间的 他们没有对这个这个举认 做任何的回应 只许讲说 他可能实际上没有打得特别糟 那坦白讲事实上 他就是没有办法准备 那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对方没有负担这个举认责任 第二个事情是 他对我们意见书 其实也是没有公访的 因为意见书为什么重要 因为你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你当初在投同婚跟反同婚的时候 对于那些投下反对同婚的人 他到底知道 他投完之后 实际上的法律效果 是4次748号事情法 还是赖世保提出了同婚专法 坦白讲对于两种不同的法案 是需要由行政员 跟立法院去阐明 他的公投案通过之后的 法律效果是什么的 但现实上是 我们都已经指正告诉大家 行政员跟立法院 在短短的三十天内 是没有办法完整 告诉大家 法律效果是违和的时候 坦白讲 整体议题的讨论 也都是会失焦的 这些地方都没有公访 所以坦白讲 就算用他方 那个一开始导退 导退决定则的判准 我帮你给说明 的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相关的资源是太少的 对于公投一案 成立之后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这资讯也是太少的 所以整体而言 在2018年投完公投票之后 才会有个结论是 对于那些反对 以和养率的人 他们实际上 有八成的人都不知道 现在台湾的能源是什么 甚至还以为核电 是台湾发电的主体 所以觉得好像 以和养率事件很好的事情 但坦白讲 这些地方没有在 时间太短或太多仓促的时候 所受到负担的比害 另一个事情是 在往下评价 是他方说的 如果公投榜大选的话 可以藉由总统或候选人的带动 来提升议题的讨论度 但坦白讲 这个问题至此就不在于 我们有没有制作懒人包 或是这个懒人包的性质 他方刚刚最后面 在执行答面的时候 推到一个推论是 为什么我们会想 集体做懒人包 因为政党想要吸引 议题关注者的眼球 我就好奇问你一件事情 一个人原本是议题关注者 政党要吸引他的眼球 政党假的懒人包 他就要看吗 他本来是议题关注者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反过来说 我的举证是什么 是实务上在政党运作 在公投榜大选的 政党运行的情况底下 更多的时候 更多的时候 是政党提出来的 一案用懒人包 以政治动员的方式 跟利益传奇做利益交换 你投给我 我动员 我的始终是使得 来投你的公投票 所以为什么 其实跟他方的举证 是一模一样的 在他方的举证里面 离大选越近的公投 欧洲的经验 离大选越近的公投 越受到政党影响的公投 越容易呈现一致通过 或一致否决的结果 这边在书名 整体而言 在政党制作的男人 包括动员的情况底下 是容易让公投结果 偏离议题本身的讨论 而变成政党动员 跟政治操作的工具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我刚才觉得 核心意义应该回到 公投是代益政治的制衡 不应该受到政党 政党生态的燃止 谢谢各位 正是 外表你好 您刚刚有提到 就是关于排队问题 不能解决政党的举正在哪里 可以让我拿出来看一下 我不想看你怎么解决的 你要不要寫卡出來讓我看一下美國跟澳洲是怎麼樣的 那我請貴姓排在地上 好來這邊 這個就是這個美國大學運用排隊理論想要改善排隊投票狀況 2010年選前AZ還是明天用排隊中環才能改善 歐巴馬這個還說明就是他 他姓氏站在怎樣把投票時間的排隊時間改短 那實際上面投票要中環依然大排 排隊中環依然大排強龍 澳洲甚至直接放棄解決 謝謝謝謝 沒有 您一方一直指說 今天美國他用手排隊 有沒有幫助想要長時間去解決對不對 好 先好奇兩件事情 第一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 美國他今天那相關選務部分會有跨域上面的問題 這部分有沒有納入這件事情的考量 至少台灣已經 對 他有實趣的問題啊 所以他至少開票或是相關的票果機制這件事情 不能像台灣一樣 那這跟排隊的關係 我先確定這件事情就好了 那第二部分的話是 您一方一直指出我方今天針對那個糾正案的 那個部分的舉證沒有去做說明對不對 我來跟你講為什麼糾正案不準 為什麼不準 因為糾正案針對2018年弄完之後 沒有任何一個機會讓糾正案實際實施 對啊 因為改字啊 所以我才只能用國外的例子來跟你講 這個改變多半是沒有效果的 不是不是不是 都要不要今天 糾正案裡面有很明確的說明 今天現況之下為什麼出現排隊的問題 我先簡單說 都要沒有這邊 新北市沒有發生 就是大來場的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投票所應用現場作物或改成檢疫投票 所以反而沒有像其他直轄市投開票所出現延遲太久的情形 來來來來兩層回應 兩層回應 一層一層是 你要聽我講 你講你講 一層是新北市還是有延遲 二來市其實那個投開票所 之所以沒有延遲 有可能是因為他的人數本來就比較少 沒有沒有沒有 都要沒有 你方知道今天現況 來我方的 我我我我 柔我先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我們找不到我們那個監察案文 那我簡略的跟你說明一下 就是糾正案文糾正哪些部分 第一部分是 他早在 就是中選會早在 右月的時候 就已經知道 好 董哥 可以了 來 可以 就糾查案文當中裡面 我今天個別 這份監察院糾正案文 糾正案文裡面有提到幾個面向 第一個部分是 各直轄市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在8月確定定義域公告 短期間內調徵對不對 OK 但是今天全國域第七案到109案 陸續已經公告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 你方去評價說現在不能解決的說法 對不對 這是其中之間 OKOK 好 沒關係 但是 另外一個 沒有沒有 你讓我把它講完 讓我把它講完 OK 對不對 今天在 來一段先這邊 今天在107年8月16號公佈選 選務作業完開始的時間之後 到1月到同年的6月的時候 中選會早就已經知道 這次的提案會達到37件 所以今天揪生案第一的部分是 揪 監察院認為中選會你早就知道會報案 然後你還不去增加投開票所 這是第一個部分 這是可以改善的地方沒錯 那我可以回答嗎 怎麼樣 你知道為什麼他不能在1到6月的時候 然後就決定他要怎麼設計嗎 不是不是 這因為對於那三次 不是不是 我方知道你想要講的意思是指說 他今天沒辦法確定他是不是成案對不對 對對對 我知道你意思 可是我方意思是指說 至少監察院意思是指說 這件事情是可預見的 但是中選院對這件事情是消極的 第一步 但消極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我來講 那我來講 好 消極的原因是這樣子 你講完我一定回答可以 OK消極的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今天他們在前面開這個選務會議的時候 早就已經知道會合併綁大選了 但他們對投票所的評估 還是延用過去沒有綁大選狀進行投票所評估 哪裡 那我翻翻看 那 沒關係啦 如果你要這麼說明 就是說中選會是非常主義的話 好你說 特別喔這邊 他說 照拍第一次選務工作協調會議的時候 訂定投票所標準如下 107年選舉會議之下是 每個投票所1500人以內 等等相關規定 OK 那他這個 這個1500人這個標準是過去 就是沒有合併綁大選狀之下 他給的這個投票所標準 我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 你說你說 因為你在1月的時候 你只有公投的提案 而公投到底是不會承愛 就需要隨著時間 我知道你意思啦 但我剛剛講的意思是指說 今天監察案文他今天針對這件事情的說法 一直都是出自於是 中選會對於公投這件事情 綁定這件事情上 致死待於評估 對啊沒有 我在解釋的是中選會不准的原因在哪裡 你要聽我說嗎 中選會不准的原因在哪裡 沒關係 我只要確定 我方只要確定 監察院這件事情對這件事有呈現 確認又解釋嗎 我們來確認第二部分 你幫他講說政黨有時間操作問題 都在 對 OK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資料 他在講說 今天選民不管是在公投或大選投票行為 只是表現起原有政治立場 與其公投發揮影響力 不如說公投只是再次反映 選民的政治態度 所以我先確定 對於既有的 對於既有立場的部分 他對於特地熱制公武這件事情 他本來在投票當中 本來就表現 我在說明的事情就會是 有些人原本對議題沒有什麼想法 卻因為政黨的理由 我知道你意思 我要取第二部分的理由 來取代議題的理由 這件事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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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的比賽告一段落 本期宣布 林響三分鐘後 由反方先請解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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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